在世界的巨人当中 一般都患有疾病 今天和大家聊一位身高2米36的巨人 他非常健康 早年间也曾在部队篮球队打过篮球 由于伤病后来退役并回到家乡 虽然在篮球方面没有打出名气 但凭借2米36的身高成为廖中国的名人 他就是鲍喜顺 鲍喜顺 1951年出生于内蒙古赤峰 15岁前和其他小孩没有两样 然而15岁后身高开始疯涨 20岁的时候达到料惊人的2米1 但是涨势仍然没有停止 最后鲍喜顺长到料2米36才停下来 这样的身高比姚明高10公分 和巨人孙明明一样高 鲍喜顺身高必长 当时也没有想过是不是患有巨人针 知识父母在做衣服和鞋子的时候 后要比一般人费材料 鲍喜顺之念料一个小学毕业就开始在家里帮忙务农 由于身高的原因 鲍喜顺走到那里都会被人指指点点 性格逐渐变得非常内向